希望福利院的孩子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干着苦力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实不果腹 想改变现在的生活只有一种方法 逃跑 而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又或是要用一生去治愈的童年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汉国悬疑剧 不烂的 所长怀着悲动的心情 像媒体公开女儿的死讯 作案手法和白智恩遇害案一样 但正家伙有不在场证明 暂时推断为模仿犯罪 已经对陪审团成员进行排查 司机的嫌疑比较大 她是最后一个见过宝妈的人 而且白富士特种部队出身 那段设计她也在部队 两人应该是旧相识 留法官来协助破案 宝妈遇害当晚 她给陪审员发过信息 只有宝妈没有回复 时间大概在11点到1点之前 跟死亡时间有重合 只要追查每个人收信时的位置 就能锁定嫌疑人 她没有拿出耳环 而是私下问弟弟 案发当晚人在哪里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再跟搭档一起寻找正家伙的踪迹 趁着同事追踪位置的功夫 刘警官却见了下白富 初时那天是白之恩的生日 生日变季日 直接让白母精神失常 别人都是十月怀胎 她是十年怀胎 所以痛苦来得更猛烈一些 白富胳膊上也有蜘蛛纹身 年轻时开了家保安公司 和底下的员工一起闻到 司机也有相同的纹身 按他的说法 曾在他手底下干过 他不用否认 也不明白女儿的案子 和司机有什么关系 一听是陪审员 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庭审当晚会出现在法院 他本以为是偶遇 没想到是命运的安排 当时司机还告诉他一件事 不久前见过福利院的孩子 但具体是谁还没确定 这话不能告诉刘警官 只能说那天不在状态 没注意看陪审员都有谁 刘警官抓住他话里的漏洞 他不在状态可以理解 司机为什么不跟他相认呢 都是一起闻过身的人 关系肯定不一般 他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二十多年没见 或许是没认出来吧 他记得当年司机这人爱喝酒 一喝醉酒打老婆 后来老婆跑了 司机性情大变 再后来就辞职去找老婆了 刘警官想知道 这个暴力倾向有多严重 道明到杀人的地步 这问的他心里没底 不好回答 只能反问一句 司机杀了谁 这又让刘警官看出一些问题 他竟然没否认 而是问杀了谁 说明司机确实有杀人的可能 另一边 陪审团开启狼人杀模式 白志恩遇害把他们聚在一起 宝妈遇害让他们成为嫌疑人 看警方的态度 似乎凶手就在他们当中 司机跟不合群的瘸腿 成为首要怀疑对象 宝母带着孩子去上厕所 司机健壮跟了上去 拿出一张照片问宝母认不认识 看来找了二十多年的老婆 还没找到 尽管宝母一直说没见过 但他还是咄咄逼人 又不是恩琪来得及时 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 而恩琪也从保姆这 知道了司机在找一个女人 其他人趁司机不在 讨论他是凶手的可能性 瘸腿不想掺和这事 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连招呼都不打就独自离开 PD又把毛头指向瘸腿 还说聚餐那天 瘸腿一直盯着宝妈看 这话说的就没人信了 他看宝妈的眼神 那叫一个流氓 他被人说的痛楚 起身准备反驳 所长突然出现在视线里 他露出疑惑的表情 把刀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看这样子 他跟所长有交情 所长还沉浸在 失去爱女的痛苦中 突然收到女儿的短信 没有话语 只有链接 点进去一看 是女儿被绑在凳子上拍的视频 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一直在求饶 凶手说错不在他 而在于所长 接下来是女儿窒息的过程 所长痛上加痛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如行尸走肉般回到葬礼县城 看着刘警官和孙子玩闹 情绪也没有好转 再定睛一看 刘警官脖子上的项链 似乎在哪儿见过 仔细回想了一下 允在的脖子上戴着同款项链 难道白福寨找到允在就是他 是他杀了白正恩和宝妈 刘警官在外面偶遇恩情 顺道送他回家 宝妈的事让他有点自责 那晚在车上的时候 司机一直偷看他俩 如果当时他再坚持一下 让宝妈先下车 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这样想他就错了 正家伙在他家守着 要利用他制造不在场证明 不论先下后下 凶手的目标都是宝妈 不久后 所长调取刘警官的档案 没有领养记录 出生证明和户口登记 都是刘父亲自办的 这就让他有点疑惑了 项链是从哪来的呢 他让手下去打听一下 手下趁着吃饭的功夫 问刘警官项链在哪买的 刘警官说不是买的 是姐姐给的 大家一起工作这么久 从没听说过他有姐姐 让他把姐姐介绍给大家认识 他说姐姐很久之前就死了 所长收到消息 心头一震 允在的姐姐允静 是他当年看上的一个姑娘 被他糟蹋过 确实在很久之前就死了 姐弟俩戴着一模一样的项链 另一边 白富在疗养院找到一位护士 他是希望福利院的老员工 直到关门的那一刻才走 白富想通过他寻找允在 他对白富有些惧怕 也不愿回想当年的事 可白富死了女儿 必须要报这个仇 如果好好说话的时候不停 那就让他重温一下风口的凶风 他吓得落荒而逃 所长恰好在此时打了电话 说刘警官就是当年的允在 没等他们找上刘警官 这家伙就抢先一步 把刘警官约到天台进行密谈 本以为他要说什么重要的事 结果直接往地上一跪 让刘警官救救他 他有个儿子 今年才七岁 不久前被检查出脑肿瘤 昂贵的手术费 他打一辈子工作赚不够 哪怕是卖器官也填不上这个窟窿 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让他背负杀害白志伦的罪名 他妻子也要做出相应的牺牲 这是他孩子唯一的活路 陪审团 绑架恩齐 这些都是那个人的指示 本来他只是抱着实实看的心态 可那人不但杀了白富女儿 还把所长女儿给杀了 白富曾来找过他 他把录音文件给了白富 虽然当时是出于自保 但现在想想 那个人比白富更恐怖 如果知道他有录音 肯定会杀他儿子 给白富的那份录音是备份 只要刘警官能保他儿子平安 他就把原件交出来 这对刘警官来说没什么坏处 如果确有其事 保护证人也是职责所在 刘法官恰好在此时来到医院 刚进大门 外面就传来尖叫声 回头一看 正家伙坠落而亡 天台上有人影闪过 他第一时间冲上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只有负责看守的警卫躺在地上 据他回忆 刘警官要和正家伙单独对话 让他回避一下 他不太放心 大概十分钟左右 回去看了一下 虽然没听到两人在说什么 但气氛似乎有点紧张 刘警官见他回来便结束谈话 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他本打算喝完手里的咖啡 就带着正家伙回去 结果才喝了一口就被人打晕 刘法官是第一个赶到天台的人 也要做相关陈述 他只看到有个人影 没看清是谁 警方多嘴问了一句 没看到刘警官吗 这样本就怀疑弟弟的他 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 刘警官来这里是正家伙的要求 那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司机曾找他要过封口费 虽然没透露具体试相 但结合之前司机跟白副的对话来看 应该是想用刘警官是隐在的事 从他这儿捞点好处 那他来找正家伙 就是为了确认凶手是不是刘警官 但他肯定不能跟警方这么说 得编个好点的理由 听说司机和白副认识 来找正家伙确认一下 警方在天台找到一颗钮扣 刘警官现在嫌疑最大 同事打电话给他 可不知道他脑袋里在想什么 就是不接电话 与此同时 正家伙的妻儿被凶手找上门 警方定位刘警官的手机 一路追到这里 进门一看 正家伙气死身亡 刘警官手中握着刀 这下误会大了 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同事让他扶手认罪 先回去把事情说清楚 可当我直接是抓凶手 没时间回去解释 好不容易从同事手里逃脱 刚上车就被堵住去路 更要命的是 车后面还藏了个老六 直接给他来了个蒙面杀 另一边 得知刘警官是隐在后 所长就认定他是凶手 铁了心要通缉 还派人去家里收集证据 这情况让刘家父母也为之一惊 陪审他也搬也没闲着 在群里聊着正家伙的死 和刘警官被通缉的事 刘法官去弟弟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兄弟俩住在一起 没跟父母同住 不知道警方跑去父母那边 搜查个什么劲 没等他看出个一二三来 父母就跑了过来 让他想办法找到弟弟 顺便商量一下应对之策 可他也不知道弟弟平常都去哪 更不知道弟弟和谁关系好 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很好奇 父母难道没预料到 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与此同时 刘警官在口哨声中苏醒 白夫已经知道他是云在 脖子上的项链错不了 想为当年的事复仇 从当事人来就行 为什么要祸及家人 他听不懂白夫话里的意思 白夫也不需要他懂 只需要他的小命 看着竟在直指的剑刀 他突然发难 趁乱逃跑 可白夫要刀有刀 要枪有枪 人更是不缺 他能跑到哪去 白夫突然有点后悔 当初没听女巫的话 此情此景 让刘警官想起了一些往事 这次 他不会再当猎物 话音刚落 就纵身一跃 从山上滚了下去 带着满身伤痕 晕倒在山脚下 Blind第四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前面一直在误导 刘警官是凶手 接下来该洗清嫌疑了 当年逃跑的细节正在一点点揭露 如果凶手真的是11号或者7号 那当年逃跑时肯定发生过什么事 导致几人之间产生裂痕 不然一直照顾允在的11 为什么要陷害呢 如果是为了唤醒记忆 那方式有很多种 没必要这么粗暴 这么极端 陪审员这条线也在逐渐展开 看似是随机挑选出来的人 其实是早有安排 凶手既然有能力操控陪审团的人选 要么是职位不低 要么是像正家伙一样 抓住了高层的弱点进行操控 那他会不会隐藏在陪审团之中呢 好久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